乳腺癌保乳切除及全身多处症状案例 当时在医院做了消融手术 因为我有患有假抗30多年 经常不用假抗药 所以消融手术后 医生说我需要一直服用稳定心率的药来维持 心率正常 我身体还有多种疾病 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 或者天气稍有变化 我就特别敏感 就会不停地打喷漆流鼻水 而且口干得特别难受 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从上高中的时候 又开始有左臀部和左大腿外侧麻痛的现象 有几十年了 最近三四年麻痛得更严重了 左大腿明显的萎缩了 2020年9月21日 我又无意中发现了左舌乳房有节节 第二天赶紧到医院检查 结果是左乳房有个2.7公分大小的节点 9月23日我到中山医学院生日线乳腺肿瘤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是 在住院时还检查出了甲状腺肿瘤医院检查 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以确认是否恶性肿瘤 这个时候我听取了亲戚的建议 在2020年10月7日来到仁慈典公益中心 做了第一次的体验 之后我每周到中心按推4到5次 按照中心义工老师的嘱咐 每天温敷 喝姜汤 温热饮食 运动锻炼身体 学习原始点理论 调整心态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 我身体 总体情况改善了有8成 乳房手术伤口 周边的脏完全改善了 颈奔改善了很多 难受了半年的口肝完全改善了 基本上不打喷嚏 流鼻垂了 左臀部 左大腿 疼痛的几十年 已经改善了很多 萎缩伸持的左大腿肌肉 变得更结实点了 腿也有力了 心状偷停明显变少了 调整前上8楼要歇3次 现在只要歇一次就行了 小便问题改善很明显 一般也不用起夜 睡眠有改善很大 从调整到熟睡前一个小时左右 到现在能熟睡三个多小时 感恩张医师大慈大悲 把原始点无私奉献给人类 感谢义工老师的心情付出 原始点调理细节 按推 平均每周到中心按推四次 内热源 第一周每天干浆片50克 第二周开始干浆片75克 饮食 寄寒凉 以温热性的食物为主 注意身体保暖 外热源 白天用电热毯或者红豆袋 长时间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头颈部原始点和臀部原始点 持续温敷12个小时 头颈部和脖子 左臀部 左大腿 每天搓一次姜粉泥 运动 每天做拉筋操 30至40分钟 走路或者爬山一个多小时 每天运动时间约两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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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